这是售价9999元的Super Max 在发售一个月后 卡普空终于在Apple Store解锁了生化8 此刻苹果手机终于开启了3A游戏时代 而这是今年10月份正式发售的新款PC掌机 GPD Win Mini 主打一体化全键盘的折叠屏设计 不仅轻小的同时 搭载AMD的7640U 让这台掌机拥有性能小钢炮的称号 但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吗 今天我们就借着GPD Win Mini 来和大家聊聊如今的PC掌机发展成什么样了 是进步还是退步 详细的测评内容就打在屏幕上了 有兴趣的预报可以自由跳转 你们的三年是我们更新的最大动力 怎么说呢 传统的7英寸PC掌机给我的印象是大 真的大 而Win Mini这点上 又是完全脱颖而出 体积收纳甚至要比自家的GPD Win 4再进进一步 11月魅族21和12月的1加12发布会 里有队友带着它体验还是不错的 在我们已知的PC掌机中 它是体积最小 性能又最强的PC掌机 Win Mini的便携性 我只能用行云流水四个字来表达 一掏一开就能上手 这比同样是7英寸屏幕的Switch Steam Deck Aya New 2掌机你会选择谁呢 颜色方面两款配置只有黑色版本 我觉得GPD应该和Win 4一样推出白色版选择 或许会受到更多用户的喜欢 整机握感说实话还行 这是塞入键盘的设计缺陷 带上官方握把体验直线上升 缺点是装拆 携带不变 这是装了握把的Win Mini 这是收纳包 诶 装不进去 不过网上已经有博主进行DIY优化 握把改成了磁吸 这样拆卸就方便多了 官方可以参考强考 Win Mini的全键盘采用的是锅仔片按键 支持两极带背光 要比Lio之前体验的Win 4键盘手感更好 Win Mini只适合双手握着使用 想像传统键盘码字就不要想了 键盘太小了 那带键盘好处是什么呢 虚拟键不一样用吗 我们体验过带键盘和不带键盘的PC掌机 个人感受带键盘体验会更好 体现在网页、微信、游戏码字等 如果是虚拟键盘 弹出窗口会遮挡屏幕 体验不佳 键盘就不一样了 不遮挡屏幕还能快速使用PC快捷键 譬如Auto加F4 调节音量、亮度等等 另外塞入的触控板也非常好 配合屏幕触控 大部分场景使用都能得到满足 Win Mini搭载的是一块7英寸的1080P LCD屏 色域检测SRGB为96.2% Adobe RGB为69.2% DCI P3广色域为73% 还算不错 这块屏除了无需支架 就能立着使用的折叠设计外 最为独特的还有两点 一、与ROG Ally一样支持高刷为120Hz 英雄联盟这类低性能要求的游戏 开满120Hz不是难事 观影方面 像120帧的双子杀手版本 也是能直接跑马 总之LCD党永不为奴 性能方面 我这台为Win Mini盖板 采用7640U加16G DDR5内存 760M核显配置 我们使用了以下几款游戏进行测试 可以看到生化4分别开启15W和25W 运行1080P时 帧数幅度较为接近 20W时温度会较高 约为3度 降低720P的话 提升至少10帧左右 更为流畅 老头环同样为15W和25W运行1080P 简单跑图 两者差了接近10帧 在战斗场景仅差2-4帧 星空这边的测速会稍微不一样 15W和20W的浮动帧数一致 从游戏测试结果看 7640U搭配的760M核显性能还是够玩的 外出游玩3A游戏基本没啥问题 如果你有更高的性能需求 还可以使用机身自带的Oculink 接口外接便携显卡屋 让性能大幅度提升 实测游玩1小时游戏温度 发热主要在触控板区域 最高达到56度 好在屏幕与手柄并不集中在一起 这样优势是握着的时候 并不会感受到最高温度 也容易散热 续航测试 锁定12WTDP 1小时关营耗电为33% 锁定20WTDP 游玩生化4 1小时续航只是68% 从0到100%电量充电 10分钟充电7% 30分钟充电为34% 前台充满电为1小时38分钟 这个成绩大家觉得如何呢 PC掌机这几年进步还是非常快的 从性能功耗掌机设计等 与前几年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看得出来PC掌机朝着良性发展 GPD Winmini作为WinMax的便携款 我个人认为是符合便携玩家需求的 紧凑型PC掌机 目前市场较为稀缺 能游泄移又能办公 Winmini算是独立风骚了 只要该模具设计持续迭代下去 预测市场份额肯定有增无减 那Winmini该如何选呢 我个人认为如果非资深发烧友 740U就能满足了 虽然功耗高些 但价格低 足以抵消这一通点 资深发烧友7840U 配置就不用我多说了 有预算随便上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想看好玩有趣且实用的产品 记得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